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丰富着世界人民的生活 也让他们提前领略到什么是高度发展的文明 在唐宋时期 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周边国家 日本 朝鲜等邻国 都是汲取中华文明的营养而成长的 到了宋朝有一个跟中国影响力相匹及的国家 它就是阿拉伯帝国 说起阿拉伯帝国 对世间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同样作为亚洲的中心 已经形成了中阿对立的局面 确切地说 阿拉伯帝国才是中心 到唐高宗年间 大使国阿拉伯帝国派遣使者到中国来拜访 唐高宗热情挽留 还建造了亲身寺 这件事被记载在九堂书里 当时的阿拉伯帝国与易卫风跟中国比还略逊一筹 然而 到了唐朝末年 阿拉伯就成为中国在中亚最大的 隐患 中国跟阿拉伯帝国打了一战 而且还战败了 这场战役在世界历史上被定义为侵略 实际上 高宗知确实去侵略使国了 他俘虏了师国的国王和王子 屠杀了当地百姓 还把金银财宝抢劫一空 当时中亚各国都很愤怒 当时 阿拉伯帝国在中亚被称黑衣大使 他是中亚各国公认的大哥 小弟被欺负自然去找大哥 大哥也仗义地表示要报仇 去教训高宗知 以及他手下的唐军 公元751年 阿拉伯帝国集合了10万人 与唐军3万人混合作战 唐军打败死了2万多 高先知却跑了 历史上将这次战役 称为唐朝由胜转衰的战役 因为唐朝失去了在中亚各国的影响力 他强盛的灵魂 已经先于肉身离开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理 黑衣大使并不是唐朝的敌人 他是正义的 在唐朝安始之乱爆发后 唐朝抱着试试看看的想法 向黑衣大使求援 让唐朝没想到的是 阿拉伯人毫不犹豫派出军队协助唐军平定叛乱 这些人在平定叛乱后没回到祖国 而是留在中国 达罗斯战役从本质上讲示中国无法坐视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崛起 土藩已经够闹心的 阿拉伯还在中亚跟中国争夺影响力 不过即使达罗斯战役战役取得胜利 安始之乱也会让唐朝退出中亚 这是必然的事 后来中国和阿拉伯就一直友好相处 关系比较密切 建国后阿拉伯跟中国的关系也不错 阿拉伯盛产石油 一铁产就能产出石油 十分富裕 顿川地震中沙特阿拉伯对我们表示同情 还亲自派人来捐款 一下子拿出四个亿 要知道人家有钱是人家的事 给多给少都是情意 有的国家穷只给了几千 有的国家给了几千万 而沙特阿拉伯这份情意 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四个亿 对于哪个国家这个数目都不小 秘鲁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二个国家 在唐宋时期中国和密 独有丝绸 瓷器方面的交流 现在在秘鲁出土的很多瓷器 说明了这一点 在近代移民潮中 逃亡到秘鲁的华人 和秘鲁本土人经过民族融合 秘鲁人已经有了三分之一华人血统 这个说来话长 要从近代的移民潮说起 当然还有逃亡的太平均 最后也被卖到秘鲁拉矿了 这也造成秘鲁华人多 秘鲁是拉丁美洲第一个跟我们建交的国家 当时直接提升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 而秘鲁的华人也都混得比较好 取得了社会地位和财富 所以秘鲁与中国的关系也很好 在汶川地震中秘鲁不但捐款 而且还下令国内降半息 从上层统治者到下层百姓都默默流泪 全国哭声一片 比中国人还伤心 而且他们每年到这个日子都要降半息 连高官都要向汶川地震遇那者致意 这点很感人 阿拉伯和秘鲁都是古代就与我们有过交往的国家 历史的界地已经成为过去 那也是不可改 变得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 虽然有过争吵 但最后关系依然很好 在关键时刻还能互相帮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